美国总统拜登结束隔离在白宫玫瑰园见记者 白宫幕僚用欢呼声和掌声庆祝拜登回归 拜登在隔离第五天24小时之内两次快筛 阴性也终于出关恢复正常公务 他也再次化身为好久不见的防疫统帅 还拿川普确诊到华特里德军医院就医 跟自己在白宫隔离办公做比较 拜登念完准备好的讲稿 没有接受记者提问就离开 那么拜登私人医生表示 因为少数服用新冠口服药帕克斯洛维德的患者 有复养情况 所以接下来会增加拜登的筛减频率 至于拜登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通话 白宫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表示 主要的目的是要维持美中沟通管道畅通 台海局势是讨论议题之一 而拜登在和习近平通话时 会重申美国的中政策没有改变 我们来听听特别的说法 对台湾的议题 认为台湾的议题 会重申美国的中心 会重申美国的中心 或者我认为在一种中心 他会重申美国的中心 一种中心 他会重申美国的中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另外从19号传出培洛西计划8月访问台湾到现在 有第一个剧名证实培洛西要访问台湾的说法 众院外委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迈考尔表示 培洛西邀请众院外委会主席米克斯和他 跟着培洛西一起访问台湾 迈考尔发言人谢德在回复TVBS的查证时证实 迈考尔有收到邀请但是因为有其他行程 没有办法参加 迈考尔也认为如果培洛西或者是其他美国官员 想要访问台湾就应该能够访问台湾 TVBS新闻家辉 美国华府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